台湾将在1月13日举行总统大选 最近有一波运用AI技术 制作虚假影片被投放到多个社交平台 再通过大量假账号推波传散 都已经指出民主国家要去做这种境外的讯息操作 相对比较困难 但未全国家正把社群媒体平台和生成科技 当作影响人们自由意志的重要武器 那比如说像在乌尔战争之前 其实我们有侦查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其实Twitter大概每10个讨论到乌克兰的这个账号 有一个他就是在Polovacia的这个言论 而且感觉这个账号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形容讯号 那同样像比如说之前这个 佩洛西来台湾的那段时间 大概在台湾的这个舆论 那每四个留言有一个我们观察到 就是有这种透过协同账号去做发布的 由于生成AI技术的发展 这一波中共的资讯科技战手段进一步成熟 觉得虚假消息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虚假的账号还会互相配合协作 发表的评论多样化 有的甚至假装中立更难识别 那这个都是一个警惕 就是说其实这些消息并不见得是有真假 但是因为他是片面的去放大 就比如说他不去讲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但是他去放大以色列 去营救他的人质的这个行动 造成的这种比如说 加沙走廊可能被轰炸的这种事件 那以这种大量的去散播 其实就会片面的影响这个网路上群众的这种观察 我觉得民主国家应该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如果不去重视这种科技伦理 以及这种数位人权 以及这种我们怎么去衡量这种认知作战的这种影响力 那很有可能未来的 很多人在觉得就是说未来在2024年 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个人的这种自由意识的选举 杜毅竟表示 AI会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强大到可能人觉得自己在使用工具 但其实是工具在控制人 他表示借由台湾的这次选举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应该正视 AI在讯息操作方面的能力 共同来维护认知安全 新唐电视上宴长春采访报道